家伙们前两天一个粉丝 寄来一款就是八筒链那个机器 他家出的 今天到了 趁这一会时间给家伙们看看 试试好不好用 啥玩意儿这是 玻璃模样那么厚 吃快递 他们才寄过来的 以前我八筒都是搞壁纸刀一点点酷 你把这手都累的都磨成酱子了 这个要是好用的话 我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小巧玲珑的 还不轻快的 他这个机器给我寄来的时候 我说你这指定怎么样 他说指定好都有质保 电机这个铅都是保铜铜铅的 咱试试就知道了 这说明书啥都有 全的 今天我把这个铜铅熟饰几亏 再把这个盛整看有多少 这是八碗的话能多买多少钱 正好是六级 这碗没用过 头一次用 咱先眼睛眼睛 这个应该是在这边 它这个东西啊 最起码它安全 它老乡它买那个 那个是比这个电机大 有些东西裸露的 瞅着害怕 那不敢用 危险 最起码这个孔哈 入线的时候 它不用手 怎么用 随便用它都带不进去 瞅着就挺安全的 这个 它说是这里边是包纯通的 咱先用用看看哈 它干哪天没事了 我真给它拆开看看 到底是不是头 它把它开锅开开啊 看这个声音特别小 最起码不扰迷 不转圈 看看啊 它这个东西怎么不往里进呢 这挺简单的 可能它上面那个啥才短了 就那么一拆就下来了 是省事啊 省老金了 要不你搞那个刀靴 一点点靴 这手都累成蒋子 是不大爷 我开心了 直接都离开了 是比那个手拔的 也省功省事是不是 那个嘎不起 嘎不起 这啥多快 是不是买那么个机器 你要是自己自己用的话 还能多卖钱 是不 就那么简单 是不是比那扩的快 这个机器就适合干飞品的 就是干水暖的 比方小的 那种事的 搞家老人都能操作这个 要是整盘的话 你就往里寓吧 现在这厂家真聪明 就研究这些东西 它这个东西卖给收飞品的 收飞品的也是挣个手工钱 要是这个东西 要是自己有的话 是不是 这个钱自己多挣了 是吧 先把这个粘进来 加速给你干活 就按这个速度 我估计这一个小时 8个30到50斤 最少 不少挣 怕干活有点不行 要勤快 不能怕处理 干什么活 你不怕处理 都能赚到钱 是不是 不大会工夫 你看 是不是 好拔了了 速度不慢 它这个机器 要是两个人操作的话 更快 出来直接把那个皮 那个也拔了 是不是 俩人干活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活应该两个也是干 是不是 走了 开始把那个什么 把皮拔下来 还有一个漏网 制鱼的 这速度是不是快 完事了 还漏两根鱼 我跟你说 我要是用那个刀片 夸的话 这些 介绍待一个多点 这才用多长时间 还没半个点 节省时间 是吧 这皮还能卖钱 要是用那个刀子 扩的话 都扩碎点 没人要 就这样的事 还能卖几毛钱一斤呢 啊 有钱怎么来 截个大事 怎么事 我都压太好了 我叫我爪了 就你爪过来了 嗯 哈哈 它车子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就给它们用的 不能抬跑 还钓一个人 看能有多少种啊 拔了四斤 刚才是六斤 看看啊 就是六斤筒 这一共我拔完了 就多挣个 15到20块钱 你说有这么个机器 是不是方便 还多挣钱 啊 最长不多 也挺好 至起码这个机器 咱试验了 还挺好使的 今天这个 咱就是为了 试这个机器 天黑了 嗯 开始收货忙的啊 嗯 喜欢容易 点点关注啊 嗯 嗯